点选新兴国际网免费订阅我。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, 一种专门影响免疫机能衰弱者的致命细菌耳面株菌Candydries, 正在全球各地悄悄地扩散。 包括委内瑞拉、西班牙、英国、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南非和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都曾出现。 截至目前,中国已血认18例超级真菌临床感染病例。 这里说的超级真菌指的是耳面株菌。 我们还在持续监测, 但总体上还没有出现美国那样的爆发性流行感染。 4月8日,中国工程院院士、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面板科教授廖万青, 告诉中国新闻周刊,什么是耳面株菌? 超级真菌又称耳面株菌。 英文学名是Candydries,由于第一次是在患者耳朵里分离出来。 属于包子形状,如佛珠一样的念株菌属。 所以取名为耳面株菌。 这种真菌很难清除,又对多种抗真菌药物那样。 最初的症状是发烧、疼痛和疲劳。 如果真菌扩散到血液、大脑或心脏,甚至会致死。 耳面株菌的来源,目前还不明确。 是环境真菌,还是人体共生菌? 也不清楚。 研究人员普遍认为,这是新进计划出来的,快速适应人体宿主环境能力的新物种。 主要引起血液感染,致死率高达60%。 在显微镜下,耳面株菌与其他面株菌,并无明显差异。 但通常具有多重耐药性。 部分菌株对临床上常用的三大类抗真菌药物,都具有很高的耐药性。 这种超级真菌对免疫系统不成熟或受损的人最致命。 包括新生儿和老年人,吸烟人群,糖尿病患者,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。 耳面株菌的威胁性。 纽约时报4月6日报道。 纽约市西奈山医院,去年5月,唯一名老年男子做腹部手术时,发现他感染了一种神秘而致命的真菌。 医院迅速将其隔离在重症监护室。 该男子最终在住院90天后死亡。 但这种致命的真菌,却顽强地存活下来。 病房很多地方都遭到了入侵。 院方为此对墙壁、病床、门、水槽、电话,都进行了特殊消毒。 甚至拆除了部分天花板和地板。 目前,这种名为耳念诸君的多重耐药真菌,在纽约、新泽西和伊利诺伊等十二个州流行。 最早发现这种真菌,是在十年前的日本。 自此它的身影出现在每一个大州。 近日,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,CDC,已将耳念诸君列入紧急威胁名单。 据其官网最新通报,全美感染病例已上升到587宗。 近50%的感染者在90天内身亡。 并据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研究者的资料显示, 每年美国超级真菌的死亡病例,在16万2000人。 全球的资料预估在70万人。 值得庆庆的是,耳念诸君对健康人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。 目前主要存在于医院内,分离自临床标本,和有关被其污染的器物。 例如ICU病房、血液科、肿瘤科等,都是高危科室。 美国的大规模流行,也都是在院内发生的。 如何预防耳念诸君? 01 担心隔离定职或感染者,要求担心有独立的未预设施。 02 对于从感染的医院,或国外医院转来的患者, 均采取隔离措施,直至获得筛查结果。 03 严格遵守标准预防措施。 用流动水和灶液洗手,再用素杆手消毒剧消毒双手。 04 个人防护装备如手套和围裙。 如果有接触患者面板,或患者血液、体液风险,应穿隔离衣。 05 个人防护用品,应在洗手后,进入房间,或患者区域前穿戴好。 并在患者房间内脱下并丢弃。 离开前应彻底洗手,并用素杆手消毒剧踏实双手。 06 护目镜和面罩,只是在有异味或拖见风险时才需要佩戴。 07 患者和探视者,需要掌握感染预防措施。 可以使用宣传册,包括手卫生和如何使用围裙。 08 应考虑使用一次性物品,如血压继绣带、枕头等。 特别是在爆发期间。 文字 美术 中国新闻周刊 见面新闻 央广网等。